各位朋友 下報我不廣場 又跟大家見面 我是余榮陽 也請到鄭重輝 輝哥你好 大家好 這個颱風 癲甲 不是只是癲甲 癲甲飛走了之後 你要拍卡 你才找到數 非常之慘 最後暖暖暖 我想重建都很大工程 我想這次暴露了幾個大問題 包括上一輯我們曾經說過的水 電 還有電訊 還有巴士服務 其實這裏我可以歸納了一件事 這幾個工業社的問題所在 都是水 還有的士 今晚我見到的士大佬 他是大吐苦水 我都聽一下 事實上不同立場 有不同的說法 在今次這個事件 也都見到 有些的士是易在 當然有些濫收都有 在未是百澳風球 濫收拒載都有 但也都人間有情 事後有些易在的出現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視乎一個個人 但因為我們沒有制度 沒有制度就變了個人化 如果這個的士上面是有一個制度 有一個監控系統 有一個罰則的說話 我相信這些情況就會少發生些 還有平時打擊一些違法的士行為是不嚴 也都可能是無效 所以才形成累積越來越嚴重 其實這個很簡單 就是現在的處罰機制太低了 變成他們的犯罪成本很低 變成鼓勵了一些人 你剛才說的 有易在的 有濫收奢資的 你看到有濫血的 人是有一種米養一百樣人 所以我們不能夠讓這百樣人 用自己的方式去服務 或者去在這個社會生活 有些是真的要去紀律他們 所以我什麼時候都贊成的士規章 就是真的要有效地 去將現在這個不正之風這個歪風扭成 至於巴士你怎麼看法 巴士這次主要有兩個大傷害 第一個就是水浸了 車不能動 有些是被樹砸了 爛了 毀了 不能動 剛才說今天就是一毫 我聽說 我們變了 有個時間性 有個時間性 所以變了就是剛剛開學 變了會亂一陣子 但是呢 今天看回那個新聞報道 都可以的 在路上見到 當然也有人排隊 因為佳欣的沖掃雲是好天的 晚上才撲塌大雨 如果好像早就這樣 連關閘地下那裏 巴士總閘都用不到的時候 那裏是不能夠過的 斷了那裏是不能夠過的 所以我看呢 當然我可能會比較樂觀一點去看解決的方案 如果解決了水的問題 整個這次類似的事件 如果這次我們可以解決水的問題 類似的事件 嚴重性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這個確實要積極的 這個如果不是說 如果我發達就會怎樣 是一個有可能和應該做的如果的 還有一個比較簡易的準備危機的預算 就是要一些輕便的發電機 尤其是在通訊方面 這次通訊系統因為很多 因為沒有了電 所以機流那裏也是有問題的 也有些因為有機流的後備發電系統 包括有些員工 它運送燃料 令到部分的發電機能繼續 所以這個電訊的服務 是影響減到最低的 因為這個時間非常時期 就算電訊沒有受損 它也是很繁忙的 因為大家都出不了街 要問一下我的家人有沒有問題 或者我的朋友有沒有問題 它用電話用電訊的率 是突然之間是飆升的 所以 物論它是不是有故障也好 這個也是要嚴陣的 大家記得很多年前 因為打風 電訊就出現問題 這次停水停電 水電都有問題之下 電訊方面出現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已經減到最低 這次反而突顯了什麼問題 就是水的問題 澳門其實很多年 都沒有試過制水停水 這個不是制水 我都說了 是停水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日 當然這個我們也不能夠 是完全怪責了自來水公司 因為在正常來說 他們是沒有這樣的預案 即是說突然之間會 那些沒有電 或者那個電機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 也是一個教訓 即是這個世界 什麼事都可能 你從前沒有經歷過的 但是這次經歷過 下次呢 你應該有經驗了 那就不要再經歷 這次這個不足之處 在我們這一個短片出街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開始聽到 請投某某某一票 這些宣傳車會開始出動 其實在非常時期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應該出動一些宣傳車 有安民的告示 一直曉著某個地方去走 令到我們居民知道 這些訊息 因為不是個個可以看到手機 那你起碼在一個區內說 比如說 新橋區 有一個取緒點 在杜璇街 和阿里維拉街交界 又或者呢 在過一些的光復街 和非能變道街交界 有一個取緒點 令人知道 這些宣傳車 似乎我們沒有充分去利用 其實我反而覺得是這樣 經過這次天鴿的事件 我反而建議政府 和一些民間的機構 是會有一個經常性 不是說有事才是組織的 就是一個叫做 預警的 應急的組織 這些這樣的方案 這個很簡單 以前奧普時期 我們有一個國界慶祝 國慶的籌委會 後來才取消了 因為有用其他機制 可不可以成立類似的籌備組織 而由籌備過度去正式實行的組織 其實你提起這件事 澳門也有人提出過 好不好建立一支民安隊 類似民安隊的資源組織 好啊 我記得一二三之後 大家無論任何政見 當時出現 管治上是幾乎真空 澳普是不作為 民間有時火足 都是自己組織去救火隊 在有些區 就有當當當響鐘 一個鐵柱 也有有線的收音廣播 就類似大陸一樣 其實它就是一個組織 那個方會或者什麼 在這裡廣播的 這個事情我也經歷過 但是我覺得現在 經過這件事之後 其實澳門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不知道 今次是那個水災 就是颱風引力的水災 下次發生什麼事 但是防範於未然 所以我希望將來 要有若干架車輛 是為應急的 包括可能是聘入去 在治安警察局下面去負責的 一些有喇叭可以廣播的車 周圍兜 讓市民可以知道某些訊息 還有一件事 就是希望政府 能夠在今次的事件之後 是能夠真正能夠發動到 如果有一些危急事件的時候 會有一些領袖出來 這個領袖不是社會領袖 不是實際的領袖 就是在救災方面 是一個組織 這個就是領袖 KOL 好像你這樣 你算不算 不是 我覺得有一個這樣的組織 變成了令到大家有事的時候 所有那個志願人員的力量能夠充分 有些人物是可以出來的 我記得我童年的時候 當時華人代表何賢先生 就通過廣播 在你曾經服務過的六川電台 就說 現在有某些事 我還記得當時說 無事就請問外出 他還說外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大家居安私危 是真真正正應用到 在今次的事件之後 與其大家鬧來鬧去 倒不如都想一下 怎樣去做好 當然檢討要有的 萬一有人因為這樣 而去負責 這個都值得他的 多謝大家